一起合作好多年了 这是二十年了 虽然说其他的演员也跟我一起合作过 但是没有千哥跟我这种默契 您捧我 如果说我是一支钢笔 这是比喻是吧 于老师就是钢笔帽 为什么是钢笔帽呢 缺了谁都不行 这钢笔拿起来写字画画 你看挺好啊 没有这笔帽一会就干了 就写不了了 写不了了 一定是有笔帽有钢笔 这是我 笔帽是于老师 怎么办呢 拿起来 我还是螺蛳口子 管了这个不行 不然就没法写了 那是 比如说 我是一把钥匙 那我呢 您就是那把锁 开锁 咔咔 锁上了 非得等我来 你这钥匙 大同钥匙 这么大个 一匙 哎呦 大同钥匙拿起来 嗯 那锁眼 怎么样 这给你拧碎了 哎呀 毁了 比如说 啊 我是那油枪 我呢 你就是油箱 什么油箱 这车开着开着没油了 是 得加油 对 打开盖 嗯 我说油枪来了 哦 干嘛都那么狠呢 你 咕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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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下油 这车 又有点跑了 那就走了 比如说 还有 哎 我是以天剑 哦 那我是 剑翘 什么剑翘啊 哎 你轻点 你这 比如说 啊 我是屠龙刀 我呢 刀鞘 我离不开这个了 哎 哎 行 行 没听说 挺好 我们两家啊 说句良心话 嗯 我们哥俩也关系特别的好 是 两家的孩子关系也特别好 通家是好 对了 而且说我 包括我跟于谦的父亲 啊 于老爷子 是 但是说啊 因为于老师的父亲 父亲呢 就是在北京 你这别这么大手势行不行啊 你说我父亲这么比划 这一片都是了 哪片 什么哪片 这片是啊 好假 老爷子还有男友女 这叫占便宜 挺好 挺好 这也谈不到占便宜 你要说十二三岁 两个小孩说相声 站在台上 你是我父亲 我是你爸爸 观众会觉得厌恶 那是不好 两个孩子贫气讨厌 对 咱们两个这个岁数 谁是谁 爸爸怕什么 不行 这还真能得弄清楚了 就是一说一乐的事情 其实观众也都熟悉于老师 包括我们到海外去演出 有时站在台上 我一说 于老师有三大爱好 马上大伙就喊 抽烟喝酒烫头 这都知道啊 你们说着不齐 咱们再来一回啊 于老师有三大爱好 好家伙 这太普及了 这是给您喝了号了 我就照这 挺好啊 在相声界来说 反正我觉得于老师 人品是真好 您老过奖 真的 但是实话实说 又有钱 谈钱就远了 这个也 丢人什么的 倒是不丢人 确实有钱 人家钱也不是偷来 不是抢来的 挣来的 当初他还做过生意 是 那会他去卖身 谁啊 谁啊 我卖身去 在东北 那多冷啊 多冬的 不是有背后吗 什么呀 卖人身啊 你看 不是 没有你们这样的啊 不是 你们平常都这么说话吗 这个 不要这么窝窝绰绰的啊 谁窝绰呀 东北的人身 你们把它说清楚 那会余老师上东北去卖人身 发了财了 要挣钱了 实话实说 中国现儿界啊 我觉得没有比您更强的 哎呦 比的呢 平时没事 我们在一块儿 静看余老数钱了 只有那么有钱 哎呦 你家里 差点钱 单有一个屋子 码了都是钱 好家伙 就钱一码码这么高 哎呦 每张上面都印着玉皇大帝 我这名币呀 我要那么多早的花呀 挺好啊 没事就给自个儿烧几张什么 自个儿记下来 挺好 希望咱们哥俩能一直这么走下去 愿意 啊 也感谢观众们对我们的支持 是 今天这样啊 我这个有一个小节目啊 什么呢 大伙唱一个小曲 你们要听吗 啊 好 这好 这我们新挖掘出来的 嗯 在清朝的皇宫里边给皇上唱的一些个小曲小调 阳春白雪 那是正经的好东西啊 给皇上听的 对对 风花雪月的东西 来来来 小寡妇 你先等一会儿吧 你这是给皇上听的吗 这个 小寡妇都出来 皇上品味还不如我呢 感情 你是个太监 哎 别唱这 小寡妇 为你杀礼灯黄金 望断天涯空雨恨 骂了声抽烟喝酒 汤头的人啊 这不是唱我啊 谢谢